其他遊戲就是你有個角色 然後你就殺怪物、殺魔王 跟朋友一起殺魔王 然後就會升等 那這個呢是比較休閒傾向 比較紓壓傾向的 它呢你就可以搭著你的遊艇啊 然後呼棚 出海去釣魚 那配合台灣的一些文化的關係 所以有釣沙場的部分 它其實之前已經在封測的階段了 從小到大就很喜歡玩遊戲 但我比較喜歡偏休閒類的 對啊因為它叫娛樂百分百嘛 那它有各式各樣的魚 那尤其如果平常你有在釣魚 欸如果爸爸有在釣魚 媽媽有在釣魚 你就跟爸爸媽一起來玩啊 還不用出海這麼辛苦 可以另外問一下 你最近都在日本發展 也沒有香港也有 但是最近去完香港再去日本 然後昨天才回到台灣 可以講一下 因為最近好像佳嵐女生 就比方過學服啊 洗手還滿多 你覺得自己的特色跟其他有什麼不一樣 可能就比較胖吧 就是畢竟還是我的市場 我相信肉肉女生還是有肉肉女生的市場 那再來是 我比較 我希望可以盡我公眾人物能到達的影響力 就呼籲社會大眾關心一些社會的事情 例如最近的流浪貓狗跟狂權病有關的議題 嗯 妳剛剛說比較胖 可是粉絲都覺得比較性感 就是比較好抱吧 真的妳看 比較好抱一點 肉肉的 也不會 其實大家一直覺得說 我去日本是不是尺度又更大了 一直都沒有 最多就是內衣嘛 對 尺度一直都不變 只是說它是動態的寫真 那這一次在日本出了一支寫真DVD兩本寫真集 那有一本寫真集是在超商會販賣的 成績還不錯都有在前十名 謝謝